A.G.新战术横扫 W.E.猫神跟狐神的职业生涯保住了 葛迷你怒喷 W.E.没脑子 感觉没脑子 没脑子 真没脑子 就W.E.真没脑子 真的没脑子 奶茶找内鬼失败 猫神一番话引内幕 A.G.新老冠军辅助的交替 快要完成最后一步了 伴随着A.G.临风了 W.E.总算是能够松了一口气 因为猫神跟狐神的职业生涯保住了 至少短时间内不会考虑退役 这就不得不夸一下奶茶的新战术 只不过这战术也有一个弱点 要是遇到强队上不了最强阵容 也有可能反被零风 而这场比赛 W.E.纯粹就是输给自己 三局都拉了一坨大的 第一局把一诺针对到崩溃赢不了 第二局被碾压 第三局就完全没有了脑子 慢滚 先交啊 慢滚拉开 这谁能跟啊 打起来了 一技能也顶到了 打出了一定有一个闪 但是后续怎么办 大传先把天幕给带走了 就说白球有点急了 切进来 但是没有拍到关键人物 自己也倒在里面 我看笑 有点散了呀 看下终于一个大招 锁住了 配也把他也给秒了 这个成功词了 我真看笑 我哥们我真看笑 这就是伊诺的诱惑 不是这打的是什么 这W.E. 就把W.E.的心给搅乱了 太想切了 太想切伊诺了 感觉没脑子 没脑子 真没脑子 这W.E.真没脑子 真的没脑子 然后猫神一番话里泪目 明显能感觉出他不够自信了 这可能就是奶茶会决定 四老带一新的原因 因为只有如此 每个阵容的实力 就会比较平均 只要赢了 才有机会带新人找回自信 那同时呢 也想问到Kat 因为有一阵子 没有回来赛场 那么重新回到年总 包括这一次呢 又是在你们的主场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就觉得这个赛制上场的话 其实是比较局促的 然后没办法更好的 去发挥每个 就是轮换上场选手的特点吧 因为我们本来想的是 我们就固定第一场 就是三个轮换上场 来的选手去打 去练一套固定的阵容 去打对手 但是实际上就会发现 每一局拿到阵容是不一样的 就没办法去发挥更多的特点 他对我们盯着看着看 太久没比赛 也会有点 没有那么多的自信 就更多的还是 去跟着队友的节奏去打 就对我自己来说 其实是 不是很适应的 因为我从刚开始打比赛 到去年休息之前 都是以一个主导者的身份 在队伍里面去比赛的 然后现在的话是一个新的身份 大川你在观察 Kat她一些去年 包括现在打比赛的一局当中 你觉得她有变化吗 感觉没有这些那么自信 很厉害吧 今天打得好跑 是不是得给点自信 是不是我很少听到 我真的很少听到Kat说自己没自信 我相信你还是给自己的包袱和压力太大了 总的来说 AG值得四老带一新 有利也有弊 就看后面能不能连胜啊 至于AG新老冠军辅助的交替 目前看来 猫神完全没有竞争力 就连大帅都说 他们以前自信跟厉害 这番话看似没有情商 但也是实话 如果猫神找不回以前那种指挥的自信 别说跟大帅竞争上党 去其他队伍也很难有起诉 大家觉得呢